大家好 诺贝尔奖今天揭晓了 诺贝尔奖今天揭晓是医学奖 诺贝尔和平奖5号正式拉开序幕 北京时间下午的5点30分 瑞典揭晓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统称叫医学奖 由美国病毒学家叫阿尔特 英国生物化学家霍顿 美国学者莱斯三人共同获得 以表彰他们发现了C肝病毒成果 卡洛林医学院的诺贝尔大会 今日宣布阿尔特、霍顿以及莱斯 获得了今年诺贝尔医学奖 诺贝尔大会指出 今年的医学奖得主发现 揭示了慢性肝炎 其余病例的病因 C肝会经输血传染 所以得以靠检验找出 并促使研发新的药物 从而挽救了数百万人生命 C型肝炎我觉得这是C肝 那三名得主可共同分得一千万瑞典克朗 一千万瑞典克朗奖金 现年85岁的阿尔特为美国国立生物研究院输血医学家 曾分别在2000年与2013年获得了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 盖尔德纳国际奖 现在70岁的霍顿为英国生物化学家 曾参与开发C型肝炎测试 也曾在白金汉 叫塞尔研究实验室工作 于1982年成为西隆公司的非A非B型肝炎部的主管 他一直是研究肝炎的 所以他这个获奖我觉得 是对他过往工作的一个表彰 现年68岁 莱斯为洛克菲勒大学的病毒学教授 其主要研究领域是C型肝炎病毒 于2002年2003年担任美国病毒学的学会主席 16年与德国病毒学家叫巴腾·施拉格 和美国化学家叫索菲亚 共同获得了拉斯克迪贝基临床医学奖 去年诺贝尔医学奖由美国癌症学家凯琳 英国医学家拉特·克里夫 还有美国医学家叫塞门扎 塞门扎共同摘下殊荣 诺贝尔大会指三人研究成果揭露了细胞 如何适应不同氧气供给的分子机制 为对抗贫血、癌症以及其他许多疾病 建立了新的策略 受到新冠影响 今年的诺贝尔现场颁奖典礼取消了 改为线上 这是1944年二战以来首次 不过主办单位 本届奖金加码100万克朗 奖金来到1000万克朗 那么其实也没多少钱 那么诺贝尔奖今年将陆续揭晓是医学 下一个是物理学奖 接着是化学、文学、和平 诺贝尔和平奖 还有诺贝尔经济学奖等名单 诺贝尔和平奖 现在我告诉大家都有谁 普京有一个 川普有一个 拜登还有 你看看 今年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很有趣 你说要颁给川普 要颁给川普 那就有意思了 川普至少是个安慰奖吧 那我觉得川普如果获了诺贝尔和平奖 很可能大选啊 我觉得大选就选 如果诺贝尔和平奖不颁给川普 我觉得川普反而大选有戏啊 后面那两个我估计是参加这个选举了 不是参加这个陪着川普来参加 就诺贝尔这个选举啊 有一种陪跑的意思啊 你现在总发现这个川普永远是主角 你发现没有 就这帮强人他怎么强 川普永远是主角 你发没发现这特点 你不管你怎么骂他 你怎么讨厌他 他永远是什么 永远是你心目中啊 那永远最亮的一盏灯啊 你永远忘不了他 这是你最难受的 就是这个川普啊 你千万不要小瞧川普啊 川普我觉得这个真的啊 这些大选啊 川普很有可能获胜 7号宣布化学奖啊 8号宣布文学奖啊 还有和平奖 9号宣布和平奖 和平奖在奥斯陆啊 在挪威的奥斯陆颁奖啊 9号咱们看看吧 9号到底是谁 12号宣布经济学奖啊 那这就是奥斯卡 现在颁奖季开始了 咱们往后看吧 10号 9号啊 9号颁这个和平奖 9号时候咱们看看 到底是不是川普得奖 9号宣布银颁奖 9号宣布银颁奖 9号宣布银颁奖